大姐,你叫什麼名字? 王,君子的君,詩朵講的朵 請問王司令是你的先父 他民國二十六年,當內已經軍校十三期畢業了 派他福州情報戰的長長,二十六歲,那年我出生 那天他就接到派立最先的工作 得到代理將軍的後愛 所以代理將軍給他談話以後 覺得他這個貴國貴家,不貴己,不貴家,只是貴國民 就很欣賞先父 這樣子 所以就到了州情報局、調查局、安全局 三個局和並非院審調查室 準備跟廣州省院審的情報 他們都很喜歡先父 所以在這,到了馬祖念堂派他去 因為他當復業人,疾備護士令 所以覺得他學歷經歷很完整 所以就派他到馬祖念堂,擔任這個重任 對,這樣子 那你在哪裡出生呢? 我在福州市出生 那你是怎麼來到馬祖,有沒有印象呢? 我沒有來馬祖定區 先父是民國三十八年事實 8月17號,最後一班飛機 手裡都不能帶行李 把飛機擠得滿滿的,共產黨進城了 進到福州城,他飛機才起飛 再慢個鐘頭,半個鐘頭就沒起飛了 他共產黨進去,國泰的名字第一名 我玩條去,前附的名字國泰第一名 但是他最後一班飛機來台灣 這樣子 到台灣馬上,中央就派他到馬祖念堂 馬祖最先來穿石堂 後來就到了西族以前的白泉堂 這是你第一次來白泉堂嗎? 對,第一次,馬祖是第二次 馬祖是第二次 所以回到你父親當年駐守的海保部隊 司令部,這是你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親民在這裡看看,父親走過的族族 你要重溫王室令當年走過的族族 是,那你看了,來了兩天 昨天下午看過以後,你感受怎麼樣? 我感受很多 幸福,因為講經國總統講的 經國總統很愛他 幾次來馬祖白泉堂 來看他們,慰問他們 給官兵打氣 王室令都是為國辛勞帶著部隊啊 他很少回家 對,很少回家 你印象中你的父親 對,他常常說 金錢如份主,能一支千金 家裡不要買房子,不要頂錢 所以一直到後來 美元會要蓋民生獨入的房子 駐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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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 所以你小的時候 你們也都沒有房子 為什麼? 不好的房子 生活非常辛苦 父親每天都為著國家 為國家 家裡 部中的房子 可以很辣 像診所一樣 看病人好多 有的人要工作 有的人生活過不下去 要生活回合 排隊一樣 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七歲八十五歲 八十五歲 十歲成八十五歲 民國幾年幾月出生? 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生 他們十二月房子八十五歲 這一次跟你一起來了 還有哪些家人呢? 這一次 就是和小孩和小叔姐弟 還有我女兒也算親 是 還有妳的弟媳婦 還是妳的弟媳婦 看到這麼多老照片 妳的感受有什麼? 感受好像我們生活在當時的一樣 就是這樣 是 非常謝謝妳 希望有機會能夠再來 謝謝 謝謝 祝妳生命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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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